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像这种烂根严重的互联栏 我们一定要进行修根 然后做好杀菌修毒工作之后才能够重新栽种 要不然呢 后期这个根会越烂越严重 其实要做好修根杀菌消毒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步也是非常关键 也是不能够做错的 这一步呢 就是用盆 大家可以看我这一盆互联栏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它的根呢 烂掉了 我给它进行修根杀菌消毒之后呢 我是给它放在了这一个比较小的塑料瓶里面 然后底部呢 我是直接用的桃里来垫底 这样的话呢 蝴蝶栏重的就不会特别深 不容易积水难根 而且我用这么小的盆重啊 现在呢 它顶部已经长出了一个非常粗壮的根系出来 然后底部呢 也长出了一些新根 大家看这些根尖部位呢 也长了新根出来 那么为什么要用小盆而不是用大盆呢 因为我们用小盆的话呢 更有利于它发根 如果用大盆 再加上我们都是用了水苔栽种 这个盆土啊 长湿难干 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干湿裙管 而且还可能会导致根系腐烂更加严重 所以蝴蝶栏严严重烂根之后 用盆也是非常讲究的 一定不能够用过大过深的盆 一定要用小盆 当然如果大家没有小盆也可以用这样一个装置 但是一定要注意盆底呢 一定不要用水苔 最好就是用这个桃泥来种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也见 谢谢大家